台湾现在是致力发展能源转型 总统蔡英文也定下了 希望在2025年 台湾再生能源的比例 可以占20% 而台电在张宾工业区 是投入了20亿的离岸风电 上午第一座开闭锁石 正式启用了 包含了行政院长苏贞超 经济部长王美花 都有到场参加 不过针对这个核四公投的问题 王美花就说了 核四重启要花的时间很长 安全又不一定会过关 比盖一座新电厂花费成本还要高 行政院长苏贞 长汗经济部长王美花 一起来到张宾工业区 参加全国首座 离岸风电开闭锁的启用典礼 苏贞昌说感谢台电人员的努力 也希望各单位能够加紧脚步 要兑现总统蔡英文定下的二零二五年 再生能源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的目标 而针对近来核四公投的问题 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在现场说 核四重启不但浪费时间 安全性也有疑虑 不过也有工程师日前说 核四的安检其实没有问题 王美花澄清核四当年 虽然通过了经济部安检小组的检查 但是后来报告送给原能会后 并没有通过审查 因此如果现在又要重启 可能既会浪费时间又做白宫 欢迎新闻 吴连林品星 谢忠义 江华报道